那我來問你好了,你說得出口嗎? 我什麼都說得出口 真的假的 我大腸都掉出來了 歡迎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我是瑪莉 嗨,我是柔馬克 你笑屁啊 哇,一開始就要這個有點硬喔 直接進去可以嗎 但是大家,我不確定有沒有辦法就這樣直接進來喔 什麼,是髒的還是色的,還是... 好,馬克信箱呢,是一個讀信的單元 歡迎你可以用手寫的信件寄過來給我們 那手寫呢,可以幫助你釐清思緒 你可以寫任何你想寫的事情 包括你的生活啊,好笑的事情啊 想要記錄下來的事情啊 因為在YouTube上面,在Podcast上面,這是一個數位數洞 一旦你的信被我們接到了,然後我們讀出來了 它就會永遠的保存在這裡 你隨時可以回來聽 還可以分享給你想要分享的人聽 那我們念信的方式呢,是我們不會挑選 我們直接呢,在現場拆開,直接念 所以你在聽的當下,也是我們當時第一手看到的當下 只不過呢,我們是一個有點數位數洞跟時間蟲洞啊 常常我們不太知道新的信、舊的信什麼時候念 這一切都很隨機的 嗯,介紹完了,希望你準備好開始了 好啦,怎樣啦,你期待值拉很高耶 今天想分享麻炮的故事 麻炮 雖然之前做愛都很舒服,但從來沒有高潮過 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因為對高潮的認知落差 才會一直覺得自己沒有高潮過 也以為啊,A片裡面的高潮都是女優演出來的 嗯,A片裡面的高潮的確都是女優演出來的 嗯,直到這次抽完麻煙 在很暈的狀態下做了之後我才知道 嗯,原來高潮是這種感覺 原來A片裡面女優演的樣子都是 是真的 所有神經感受被放大一百倍 欸,冰障因為害羞說不出口的話 做不出來的行為 在當時都能很自然的做出來 麻炮真是太讚了 欸,不是啊,我想要知道你害羞說不出口的話是什麼啊 嗯,還有做不出來的行為是什麼 會不會只是很普通的說抱抱我 屁! 欸,上次你在那個什麼threads說 現在很多妹子在發那個文啊 對啊 然後說什麼喜歡那個哪一種類型A片 然後結束之後還會抱抱哄睡 對啊 看抱抱哄睡有多重要 那是事後了 他現在說在發聲當中 嗯 發聲當中就是 那我來問你好了 你說得出口嗎 我什麼都說得出口 真的假的 開玩笑的啦 欸 欸 我才正要開始問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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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問嘛 我要問什麼 譬如說 弄壞我吧 不會有人講弄壞我吧 蛤 你很常要別人弄壞你喔 蛤 插進來深一點 靠 再深一點 你看 你還說你什麼都敢說 根本就不行嘛 不是那是他原本他本來就想說啊 他想說說不出口啊 欸 嗯 那是他的那個欲望沒有被滿足嘛 不是 那是他本來不知道他會說這些話啊 喔 是誘發他你沒有想到的話 沒有啊 那如果是誘發我想不到我會講的話 我會講出真的很誇張的啊 我要是 超越性的這種 超越性的 不是就是我 如果思維太怪的話呢 你會講出什麼 我要殺你全家 對啊我好怕喔 幹太爽了 我要殺你全家 怎麼這麼爽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你 你有 你長得就是一副沒有不敢說出口 沒有 我很拘謹的 掃在那邊 真的啦 我很無聊 我很拘謹 屁蛋啊 真的啦 真的啦 跟你做愛我很開心 有點幽默喔 有點幽默喔 馬泡結束了喔 對啊 馬克馬力你們好 我是今年初 哇你是哪一年 2021年 開始聽馬克信箱的D先生 我想跟你們分享我的一個煩惱 今年過年的時候 我終於跟一個 我苦苦丹烈一年多 還跟他告白過三次的男生 斷舍離 喔 恭喜 是連訊息也不再傳的那一種喔 過了一個多月 我的心情回到平靜自在 想說 唉我又可以平靜過日子了 沒想到 對事情發生了 就在某晚我躺在床上睡前 邊吃洋芋片邊滑手機時 未聽先猜 他教女友了 我的手指無意間點開 萬年不曾點開的 Email垃圾信件 我看見了一封 四個月前 我向一間在芬蘭的大學 申請研究所的回信 我顫抖著手 點進了信件 雙眼在文字中快速的穿梭 直到我看見了一個字 accepted unfortun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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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的 不信的 那瞬間我腦袋停頓了很久 沒錯 我申請研究所失敗了 其實申請學校時 我已經知道它的難度 可是經過將近一年半的努力跟熱情 從準備雅思到之後的作品集等等 得到答案是no的時候 我的心情還是低落到 甚至異常到沒有任何反應 平常我明明很愛哭的 我也沒有哭 也沒有激烈的舉動 我只是抱著我手中的洋芋片 靜靜的躺在床上 只要你倒我 你可以給我熱量 讓我生存 一動也不動的聽著自己跳的 比平常用力許多的心跳聲 有些比較淡 有些比較鹹的 我喜歡吃海苔的 都是食品業者的陰謀 是不是我已經習慣被拒絕 習慣被否定呢 所以沒有太大的反應 又或者是 對呀 我早就知道 申請這間研究所 自在申請嘛 明明我自己已經使盡全力做到最好 就是做白日夢而已 能夠越來越懂得 在困境時淡化悲傷帶的負面思想 這應該就是變成熟了吧 可是我還是好傷心好失落啊 因為我已經腦補了很多 哇我在芬蘭生活的畫面 哇我出國念書 哇在國外生活 可是你不是已經知道很難 然後不太可能了嗎 就是你會覺得用力一搏喔 還是有可能嗎 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自殺式告白 他就不一定覺得他真的會自殺 是嗎 很多人會覺得搞不好重一些啊 蛤 那剛好今天在廣播上面講的這一句話 就再分享一次 當有任何時候 你覺得分裂的時候 就像剛剛那個 我明明知道這個不會中啊 我就算很努力的做 他還是不會中 但不管怎麼樣我就是要試試看 那這就是一種分裂 就是你如果已經知道 你確切的知道你不會中 其實基本上你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又去做 就是你還是 覺得有可能 抱有希望吧 就算是買彩券那種好了 你也抱有希望 那在這種時候呢 是一個機會去深入的探究自己的內心 就是有分裂產生 那這是代表什麼意思 你可以去好好去問自己這些問題 人生要步入三十 夢想一個一個破滅 我看著自己一步步成為一個一事無成的成年人 我的未來在哪 我不想掉入絕望 誰可以幫幫我呢 蛤 馬克信箱 蛤 蛤 他這樣寫啊 沒有啊就是蛤 馬克信箱 我只是蛤的時候想到 想到最近蛤 他的新聞 你說廉潔克曼啊 對啊 短時間內我應該還是會因為飄渺不定的未來困惑害怕 但還好 你們陪著我是生活小確幸 且這封信史已經凌晨五點多了 我該好好睡了 明年 要再申請一次研究所嗎 當然有 但現在好累 明天再想吧 馬克馬力有過三十歲 還找不到方向感到迷惘的時候嗎 你上一步說要申請嗎 當然要 下一步 你有感到迷惘的時候嗎 怎麼辦 那就是分裂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多寫多寫多問自己 這封信被唸到我猜十一月 我要祝自己還有把我成功推坑的朋友艾咪三十歲生日快樂 希望不管未來自己在做什麼在哪裡 都有實現自己夢想的勇氣 付上donate一百元 謝謝你的donation 剛剛說那個問自己的方式啊 其中有一種就是自由書寫嘛 那自由書寫呢 你可以先從一個問題開始 然後讓自己不要想喔 腦子不要進來 就是手不停的一直寫 一直寫 像尼翁一樣 一直寫 寫十分鐘就好 十分鐘寫完了之後呢 然後再自己把你寫的東西讀出來 好這是一種可以幫助你問自己跟了解自己的方式 包括你現在寫的這封信 雖然你這可能不是自由書寫 可是你自己在重讀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說 欸我怎麼上面說喔可以的一定要 後面又說啊好迷茫一事無成 就是這個你自己寫完在重讀的時候 你自己都可以看到你自己內心的那種不確定跟分裂 你可以去好好的想想那到底是哪一邊 我現在是怎麼樣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那如果不要這種如果是要A走向的話 那我應該要怎麼做 那如果是B走向的話 那我應該要怎麼做 你可以再繼續每天每天用你剛起床的時候 花一點點小小的時間 先做可能一分鐘三分鐘的冥想進行 然後開始你的自由書寫 書寫十分鐘之後 然後你再好好的讀一讀 然後看有什麼樣的啟發跟觸發 隔天呢可以再重複的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把前一天的自由書寫的那些困難的地方 或是痛點 或者是不知道該怎麼繼續下去的地方 或是一些重點 當作隔一天的新的主題 然後繼續去寫下去 每一天每一天這樣做 希望可以幫助你更加的深入認識自己 這封信是封新的信 2023年11月6號的孩子 他說啊 我是在2019年的冬天 在好友喝U家玩樂的時候 喝U的電視上在放馬克信箱 我被吸引了 從此成為了典友 這竟然對那段時期有很深的記憶 是因為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懷孕了 後來我歷經了要留的不適 以及後期長達六個月的異常性出血 加上其間家人因為迷信新興宗教的關係 不合群的我被他們解讀為卡道 而軟禁我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至今我仍然有很嚴重的PTSD 從小我就深受著躁鬱症的折磨 初期家人不理解 怕被他們身邊的人知道自己的小孩有精神疾病 再到後期慢慢接受我就是跟其他手足不一樣的孩子 這中間花了很多年 然而就在我以為一切終於安穩以後 他們又迷信了另外一個宗教 我一直以來都知道自己不斷地想要討好他們 而當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 不管我花了多少心思跟金錢做功課 買他們需要且用得上的東西給他們 都比不上那些花了他們許多時間 算命所換來的 在我眼裡不過是一瓶礦泉水的加持水 我終於願意承認一切都只是我自己的一廂情願罷了 也因此下定決心 我要開始好好的把心思花在自己身上 並告訴自己 你就是那個 不用等別人來愛你 自己就可以開始好好愛自己的人 大約在年初的時候因為躁鬱症發作 我有長達一個月的時間沒辦法上班 很感謝老闆的諒解 我沒有因此丟了工作 那段期間我戒除了社交軟體 也正是因此讓我注意到 沒有用社交軟體的自己 少了許多焦慮 多了很多心思在自己身上 過去的半年我幾乎沒有朋友了 我把來自朋友的邀約都推掉了 一方面是認為社交會讓我筋疲力盡 另外一方面是我發現 也許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的身旁幾乎沒有能夠安靜自在待在一起的朋友 相反的 在我不使用社交軟體的這段時間 還是有人特地找到我 只為了把那些負面能量傾訴給我 讓我不禁開始思考 是否人與人之間想要有單純愉快的交流 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情 又或者其實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就是好的不好的都得全然接受呢 就目前而言 我是很享受跟自己相處的 我從小就是個很能自己獨處的人 父母忙於工作的時候我也不會吵他們 我想是否就是因為這樣 在成長的過程中 總是所有的小孩裡面最成熟獨立 也最不戀家的那個呢 心中仍然有許多的疑問 但我決定先從愛自己開始做起 謝謝你們陪我度過了人生中大大小小 我認為自己會熬不過去的日子 現在的工作一整天都可以戴耳機 連洗澡睡覺失眠的夜晚都有你們的陪伴 我真的很感謝你們 孩子呢 還給了我們 雜課十塊錢 來回覆一下他的問句好了 人跟人之間的交流就是好的不好的 都得全然接受嗎 不一定吧 是不是因為我很享受跟自己獨處 所以我是所有小孩裡面最成熟獨立 也最不戀家的那個呢 如果你這樣認為你就這樣認為吧 很適合出那個耶 心靈雞湯 神域之書 如果你這樣認為那就這樣認為吧 對啊 就是很多人很迷惑的時候就問問題 然後就翻開這一頁 是不是因為我太脆弱 所以都沒有辦法提出這些要求呢 如果你這樣認為 我剛剛說什麼 就這樣認為吧 就這樣認為吧 通常常是這樣 如果你這樣認為 那就是吧 因為你的腦子會覺得那就是這樣 2021年我們在KKBOX自由舞台是 有這件事啊 我們自己都忘記了 KKBOX自由舞台 是彈性說愛那一次嗎 那是KKBOX辦的嗎 我已經忘了 是是是是是是 是那一次嗎 我是耳朵 今天剛參加完你們KKBOX自由舞台的活動 雖然說參加 但我根本沒有入道場 最後一個後不進場的人 就是我前面的那一個人 哇 我以為提早一個半小時去 綽綽有餘 我太低估你們的魅力了 但還好後來我跟你們合照 超開心馬力好可愛 然後啊 這次陪我一起排隊的男生 是我朋友大力介紹給我的 一開始我覺得他有點矮 因為我就喜歡高的男生 那我跟馬力你一樣高 我前男友183公分 但很神奇的是 這個週末跟他相處下來 我完全忽略他的身高了 反而覺得這樣輕輕抬頭 就可以看見對方的眼睛也不錯 而且我們蠻聊得來的 嘻嘻 希望念到新的時候 我們有好發展 哇 讚喔 兩年後 不知你們發展如何 不知道是不是已經發展 然後都發展完 就一個週期結束了 前一陣子跟一個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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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見面的朋友見面了 然後他就說 欸我前一陣子在搜尋東西的時候啊 找到你們馬克信箱欸 然後我說喔你在搜什麼 他說我在搜尋 處女約炮真的可以嗎 可是他不是想要找我們的處女約炮 他是真心的想法問 處女空一個約炮 空一個可以嗎 所以他是處女 對然後他在就是考慮風險跟我做這件事情會不會後悔呢 因為他覺得這是一個不可逆的事情 對 不可逆他不知道現在的他是能承受退變後的那個他 還是他會更加的不喜歡的那個自己呢 然後他提到說 哇他想的很好欸 對因為他想的非常非常完整 他今年就是37歲 然後一直都是單身 所以他就是擺明我就是想知道性愛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就是想知道 然後過去他的戀情他就說我就是一個非常嚴重有挖化現象的人 他是嚴重到他喜歡那個人嘛 然後對方一說喜歡他 他是會覺得作偶 他是到生理已經覺得很不舒服的反應 他一看到那個手機啊 真的是對方也許打 我也想見你我想幹嘛 他是馬上把他刪除掉 他明明就喜歡那個人喔 他就沒有辦法看到那樣的回覆 哇 所以他後來就開始做了很多可能 關於這類型的人的功課 那有可能是因為 有一種說法是什麼 你可能覺得 其實你潛在你是自卑的 然後你太害怕別人發現 這樣的你是很不OK的 所以他就知道自己有這樣的自卑的性格 會不會再做 處女文化這件事情之後 他會陷入深深的覺得自己更加的自卑的情緒當中 所以他遲遲不敢做這件事情 哇他其實已經蠻了解自己的欸 就是很了解自己 可是又想去享受 可是又不知道能不能藉由這麼了解自己 可以先幫自己過濾未來的那些 煩憂或什麼的 嗯 那最後有結論嗎 這就是他最新的 煩惱 比較搖擺的困擾 然後就 因為就聊到 他搜尋到我們處女月砲嘛 然後聽到 那在場有其他人 就是說 國外的性產業啊 就推薦他說 如果你真的需要 你可以去哪一國哪一國 什麼很優秀啊 然後很完善啊 或是 那他應該做功課 有找到什麼情慾按摩之類的吧 有然後他自己 那他有聽到我們情慾按摩那一集嗎 他沒有聽我們情慾按摩那一集 他只有聽到處女月砲那一集 然後他也不知道情慾按摩 他就是很認真的搜尋一些就是 比如說男公關的店啊 或是類似這樣的 可是就是 也不知道花多少錢在上面 因為可能有一些還是沒那麼透明 像之前就有朋友說 喔你去泰國啊 你進去之後 可能會有20個猛男出現 讓你選 對他們在前面這樣走秀走秀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是 你跟其他客人都在下面 就像在舞池這樣 那他們身 他們都穿的可能就很性感這樣 身上會有別名牌 然後你可能隨時就是說 我要20號 然後20號就來 然後我要1號1號就來 然後來的時候他們就說 他們會非常輕 就是真的是瞬間 就那個模式 很舒服的跟你聊天 所以也許你就是 他下來你會給他小費 然後你就好 歐馬克你這1號我喜歡 我把1號帶出場 可能帶出場 可能帶出場又是一個費用 帶上一個費用 他這個晚上就是你的了 可是也許你把他帶回 你自己的飯店房間 我不知道可能 要發生什麼事情 那又是另外的費用 要另外攤 你又要包多少紅包給他呢 那就是很曖昧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方面朋友 也還很怕 不只他身體 他的自備情緒還很怕 就是關於他錢的問題啊 會不會幹嘛幹嘛幹嘛的 對啊 很多煩惱 而且國外的話 比較容易被騙吧 再加上人生地不熟 除非你有很信賴的人 然後我覺得女生在這一塊 國外都還是比較吃虧 因為男生可能 就豬哥就有買春團啊 泡餅團啊 對啊 就是信任當地的那個地陪嘛 他就幫你安排一大堆 有的沒有 然後甚至我們剛才討論起就是 萬一你真的想要做這件事情 到底一個國外的 比較不熟的語言 會比較讓你進入狀況呢 還是女性還是希望是 喔我講中文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一個 中文的人這樣子 應該是情緣按摩會比較 可他們就說會不會國外的氛圍 會讓你更加的比較能享受 或是 我就說蛤 可是English我不能溝通怎麼辦 對啊 然後他們就說你在那時候 你要溝通什麼單字嗎 你講嗎 不是啦 我覺得在國外 你要想想看喔 如果今天 以一個普通人來說 嗯 我要服務一個客人 我知道我這一輩子 再也不會見到你 你也不會說我的語言 你對我來說 我就是可以隨便亂弄欸 喔因為你也沒有辦法跟他 對啊 嗯 你也沒辦法客訴我啊 然後你也對我沒有影響力 你對我的人生也沒有任何的那個 假設你遇到不是一個 這麼有職人精神的人 除非你找到很有職人精神的點喔 喔 不然的話啊 我真的就隨便亂弄你啊 而且你又第一次你又沒經驗 嗯 對啊 對吧 這一集我要來貼給他喔 你先貼那個情緣按摩給他吧 情緣按摩的podcast給他吧 可是因為他 他是回國 他不是長時間待在台灣 喔 所以他最後又要回去他原本的國家 喔 那請他趁他在台灣的時候趕快做這件事 可是不是就是說他把自己想得很透徹嗎 所以他很害怕 喔 他害怕自己的自卑會加倍 嗯 也是一種可能 嗯 第二馬克馬里 念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應該已經離職了吧 在信紙的背面可以看出我的工作 但請不要說出來 我有兩個老闆 可以把他們想成明星和製作人的概念 我要跟你說他的工作 缺內人喔 對啊 喔 跟我們很近 而且呢 他其實是用這個拍攝腳本 就一個youtuber的拍攝腳本 等一下我就會把這個留下來 嗯 我們好好看一看 人家是怎麼做工作的 喔喔 我原來是這樣 嘿 在這個工作一年半了 老實說 這是一份好工作 有足夠的彈性 和不錯的待遇 是個說出來 人人都會 WOW的工作 正因為如此喔 當許多的不滿 逐漸累積 想法上的隔閡 跟各種不合理的需求 我大爆炸了 我先說 老闆們都是很好的人 只是 我覺得他們不適合當老闆 可能老闆和員工的想法 永遠是天壤之別吧 不管相處多好 老闆 終究會成為冠老闆的 我不想一一抱怨他們的不適 這封信呢 是想要記錄最近的身體 我原本就是焦慮和恐慌症患者 長期治療乖乖吃藥 已經跟病和平相處了 但還是有克服不了的問題 只要壓力超過一定程度 我就會自律神經失調 這一次的症狀是史無前例的嚴重 我在某一天 開始完全感覺不到餓 我看到食物 就想吐 我只能喝流脂的 所以我兩個月 暴瘦8公斤 哇 甚至在上班時間 突然跑到廁所吐 因為空腹呢 就只能吐 胃酸加上膽汁 幾乎每天喔 我身高161 我的體重 41 哇 剛開始無痛減肥 蠻開心的 可是我現在一點也開心不起來 我只覺得 可憐啊 然後更不對勁的狀況發生了 我的腿開始出現不明瘀青 哇 吳瑪莉 吳瑪莉的怪病 我是紅疹 每個人看到都會覺得 蛤 你是不是被打啦 這真的嚇到我了 我一google啊 答案都是 這是白血病的前兆 天啊 不可能 前幾天啊 被第一次見面的人問說 欸 你身體狀況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很訝異地問說 欸 你怎麼這樣 她說 16141又滿身瘀青 我想很多人看到你都會覺得你狀況不好吧 還有更可怕的 她說因為你的手一直在抖 你有發現嗎 哼 哇 我當下差點發作起來欸 第一呢是因為 被她一說我才意識到 我並不只是手抖 我其實整個身體都在微微的發展啊 第二是 我竟然狀況遭到被初次見面的人看出來 那我還在硬撐什麼 我的硬撐算什麼 回家路上 我換氣過度就發作了 身上忘了帶備用藥 渾身發冷 又想吐 我不斷大口的深呼吸 默念 不要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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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立刻倒在沙發上 激進昏厥 那我 我這邊我想要先改一下你的咒语 嗯 你不應該講不要吐不要吐不要吐 你要想的是 舒服的回到家 舒服的回到家 馬上回到家 嗯 就是不要用負面的方式去下咒语 嗯 醒來後呢 不由自主的大哭 我不知道為何要把自己搞成這樣 我明明是個優秀的人 又漂亮 一本呢 為什麼要把自己搞成這樣呢 笑話時間 喔 好突然查入喔 真的笑話喔 你們知道光是什麼嗎 光是什麼 光 light 光是什麼嗎 光 賴士雄 為什麼 light 喔 我講了light誤導你了 沒有它跟英文沒有關係 光 是活著就用盡全力 不好意思 你再說一次 你知道光是什麼嗎 光是什麼 光 是活著就用盡全力 我現在在看九把道的電影嗎 就是有一種 這是笑話嗎 蠻悲傷的 笑話不是 我這才叫笑話吧 上次跟你講的啊 那個 我犯了一個錯 什麼錯 愛你愛到不知所措 光是活著就用盡全力是怎樣 而且就是用很低檔的語氣念很難過耶 你們知道光是什麼嗎 光是活著就用盡全力 好難過喔 我還有想做的事 目前還不想死 但一切的前提是 要有個健康的身體 沒錯 我必須放過我自己 沒錯 我想放過我自己 沒錯 我過完生日就27歲了 希望我還能好好的繼續長大 想要問教主教母 如果信徒啊 發曝文給你們 你們會來嗎 後面加了五個 哈哈哈哈 我是絕對不會去的喔 我也是不會去的 嗯 PS 馬克蠻愛在我老闆IG留言的 有一次 欸這個我講出來以後 大家都知道是誰 所以我不講 我就不講出來 在這封信啊 2023年10月24號之後 它有一個更新 今天是11月8號 我只做到這個月 我不用發曝文了 我沒有白血病 但我直到現在才知道 喔 我有地中海瓶血啊 我原本以為 你營養太不良啦 喔 我原本以為我只是缺鐵性瓶血 結果兩種都有 而且最矛盾的是啊 地中海瓶血是不能補鐵的喔 那怎麼辦 就是矛盾啊 我覺得人的身體都有一些很很奇妙的 互相抗衡的機制 就譬如說你某個激素比較低 那我們直覺的想法就是 補他 就打那個激素補啊 補了以後 你另外一個抗衡的激素就會失調 因為我們人的身體的創造就是很妙 我們人身體就是平衡 所以一旦呢 你譬如說太緊張或幹嘛的時候 你的某一個激素就會飆升 可是你飆升的時候 另外一個激素呢 就是抗這個激素 它會一起飆升 對啊 所以 而且是彼此那個相關的 嗯 這封信他說我的身心已經遭到一個極限 回診的時候醫生看了自律神經報告之後 決定馬上幫我打一針抗焦慮鎮定劑 這是我這輩子打過最痛的針 因為裡面是油性的 我在自認心情很平和的狀態下 脈搏 破百 說我 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的醫生一直在被心理折磨著身體 這次我決定要好好休養 也要重新的去諮商 希望能找回我內心的平和 你們會覺得我故意用這些紙寫信很過分嗎 你是不是想讓我們看看你的公司 我也覺得的確沒道德 但我真的沒力氣 也不想再維護什麼了 畢竟我們辦公室連空白A4紙都沒有呢 我完全不會覺得你這樣很過分 也不會覺得你沒道德 我非常開心 我很快樂 他喜歡看人家腳本 我愛死了 謝謝你用這種心寫給我 馬可瑪莉 我是黑糖饅頭 現在是2021年3月 如果半年後念到信的話 我應該順利搬到台中讀研究所了 我跟女孩A在網路上認識 第一次遇到她 覺得她很cool 我們在網路上聊天聊了一段時間 見了幾次面 也變成真實生活中的朋友 昨天知道她交男友了 她跟我們一個共同好友在一起 雖然之前大家出友的時候 她們沒有特別親密的互動 但我就有預感 剛剛我還是忍不住傳傳訊息給女孩 馬後炮啦 什麼預感 祝你們幸福 如果你男友敢欺負你就死定了 之類的話 我希望自己之後寧可後悔傳訊息給她 也不要留下遺憾 OK 想問馬克瑪莉 來不及表達自己心意的時候會怎麼辦呢 上次試練算一個月就沒事了 但明明過了三年才再有心動的感覺 而這一次不知道要等多久了 付上兩百 哇 謝謝你 那我要跟你講啊 你不是那個什麼來不及獎 是你就算提早獎 她也不一定會選擇你啊 你要知道這件事耶 你就把你這個心情放到下次吧 如果你想要push你自己積極一點的話 我還是想講耶 這不是早講晚講的問題耶 我不管她有沒有接受我就是要講 我就是要講出口 我起碼要講出我喜歡你 喔那這可以當做一個練習啊 我喜歡你 對啊就是 我三個一見面就說我喜歡你 對啊有勇氣講 嗨我喜歡你 很讚啊 嗨我喜歡你 你好我喜歡你 很好啊 剛剛好像有錢 四五十顆 哇她字很小 你們好我是心想事成的隨緣希子 不是水緣希子喔 隨緣 我隨緣希子 現在是六月二十五號的半夜十二點半 還沒有寫幾年了 正因為motherfucker的驚痛而失眠 為了入睡我在讀原子習慣 沒想到宇宙的力量發功了 我看到的章節啊 正好是在講失眠的習慣 如果失眠了就到另一個地方做到想睡 再回到床上睡覺 似乎啊 常常區分特定的環境跟行為 時間久了 就會把情境跟行為連結在一起 而改善壞習慣 所以我現在 起身寫了這封信給你們 第一次寫信給熟悉的陌生人 有點興奮 不知道被唸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是不是因為懷孕 而不會被motherfucker驚痛了呢 我是不是成為 接客接到手軟的美甲師了呢 身為韩總選擇的老媽 是不是還會因為雨被畢業 而罵我們小孩都是1450呢 哇 這句話到底是 所以這封信應該是2020 韓國瑜那時候 吧 還是2022 因為他後來不是被罷免嗎 我已經不太知道那個 忘了 那是幾年發生的事情了 答案呢 就會在今天 馬克性向YouTube的留言區揭曉 如果我沒有留言 應該是我接客接到手軟 沒時間聽馬克性向吧 呵呵 我本來想要寫一下 前公司的雷人經歷 但想了想 好像也沒什麼好寫的 不外乎就是 老闆娘沒錢下預算 到處求神明的杯 逼神明給他上杯 或是啊 曾經出國留學的少爺 用電腦問 複製貼上怎麼按 喔 然後他是電商經理喔 哇 很優秀欸 另外一封信啊 喔 看來應該是2020年的 今天想要向宇宙下訂單 我在明年2021的9月初 一定會產下一對健康可愛的龍鳳胎 從今天開始 我要一直把雙胞胎的東西 加入購物車 再狂看雙胞胎有關的任何文章 因為他覺得生小孩太痛 所以想要一次生好生滿 我有個認識10年以上的好姐妹 J 她跟男友交往4年了 雙方的戀愛結婚觀很不一樣 男方啊 認為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可是J認為是兩家人的事 這樣的不同啊 讓J跟我抱怨 因為他覺得他男友 只會把和家人溝通這件事情 交給J處理 所謂的和家人溝通呢 就是J的父母比較傳統 希望女兒呢 和別的男人同居時 要建立在已經訂婚的基礎上 可是他男友很排斥這種觀點 所以一直呢 都是J和家人在討論 最後J啊 終於爭取到了 雙方父母吃個飯 買戒指當個表征就好 在他們買完戒指後的某天晚上啊 那個男友就跟J提了分手 理由是啊 他買戒指以後才開始思考 有沒有辦法結婚這件事 因為他想要出國工作 想要拼事業 我寫到這邊還是覺得很氣啊 你為什麼要在已經開始著手婚事的時候 才思考自己有沒有辦法結婚呢 而且啊 那個男的還很不要臉的問說 呃 你可以等我回來嗎 等你回來 雙方都35歲左右了耶 總之 男的很過分 已經不想花時間寫他了 我現在想要罵的 是一隻想不開的J啊 J在他提了分手之後 他們還住在一起 而且還邀約他 一起買房 J的說法是喔 他男友沒辦法給他名分 但是至少能給他金錢和居住地 甚至真的去問了律師朋友們 有關於合資買房的相關事項 唉 直到現在他們還是住在一起 沒分手 想要問瑪莉馬克 如果是你們的朋友 你們會勸分還是勸合呢 還是就置身事外呢 但是看到朋友困擾難過的樣子 我覺得很不捨啊 謝謝你們 呃 該勸的還是會勸 呂勸不聽 那是他的人生我也沒有辦法 你好我是Potato 我去年剛從大學畢業 直接留在這個地方工作了 平常像是網路購物 我追新的東西會寄到我的宿舍 但比較重要的信件 就會寄回我台中的家 例如 機車的保單 我的職業呢 是服務性質 沒有統一的休息時間 餓了就出去買飯 吃那半客人來了 也要馬上出去的那一種 某天我出門買飯 出了車禍 是在一個沒有耗置燈的路口 我跟對方在路口都沒有下車 可是我是左車 所以責任比較大 當下我的大腿瘀青 有一個拳頭大 對方說他的腳中指腫起來了 但他本人覺得 嗯不需要馬上就醫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車禍 我很茫然 不知道怎麼辦 爸爸表示 保險處理後續就可以了 嗯 好死不死 我的機車在前兩天過保了 哇 爸爸開始罵 為什麼沒有續保 為什麼你沒有注意你行照相的過保日期呢 可是續保通知都是寄到家裡 我也不會每天看過保日期是什麼時候啊 是我自己沒留意 而續保通知就是家人收信的啊 後來爸爸打電話跟對方溝通好 包個紅包 壓壓金和解就沒事了 我也想好 我趕快播出時間去寫和解書 可是我的工作時間又是早上十點半到晚上九點半 哇 休假還要回大學念書考證照 基本上根本也擠不出什麼時間 最後拖了一個禮拜 就在我剛剛打電話給對方 對方說 欸我腳趾頭骨折囉 後續要請保險那邊處理喔 我心慌了 哇 過保那幾天我就是沒有保險可以處理啊 我爸知道之後 又是一頓亂罵 一直罵我為什麼不留意 為什麼當初說好了要拖這麼久才處理 如果對方要求要幾萬幾萬怎麼辦 於是我的生活就被工作 考試讀書車禍塞爆了 我當下就委屈到哭 但電話那頭是 哭什麼哭 哭可以解決問題嗎 我就想知道你罵可以解決問題嗎 哭屁啊 哭怎麼哭 哭可以解決問題嗎 那你罵怎麼罵 罵可以解決問題嗎 欸都不行 真的都不行 從小我爸就只會罵 沒有溝通兩個字 下班後 我爸有在打通電話給我 問我有沒有吃飯 我沒有吃飯 又快睡覺了 我本身就不餓不太吃東西 電話那頭就傳了阿公的聲音 也要洗好啊 哇 我心都涼了 連阿公也這麼壞啊 那可能他們家的男生都是這樣 哇 我是家裡最會撒嬌的小孩 我覺得就算我家人在怎麼自我中心 還是有可愛的地方 但現在我懷疑了真的有可愛的地方嗎 我在房間淚蹦 By the way 我打電話給對方的時候 對方才說 妹妹 你保險包哪一間做的啊 還是你可以給我做嗎 嗯 我是妹妹 我兒子問你啊 你紅包包多少 那些感覺真的很差 下一段我聽不出來 他在問什麼欸 另外想知道 每次說到RR李米利 是英文還是中文啊 是中文啊 RR李米利是什麼 之前的救世主 喔 是中文 嗯 他說每一次聽別人說 我就會浮現大概的字跟拼音 可是念到這個的時候 我腦中沒有形狀 我很痛苦 好那我可以告訴你形狀 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 然後你現在還有在收聽的話 嗯 我印象中的RR就是英文的RR 嗯 大寫的R 嗯 形狀很明顯了吧 嗯 李米利的李呢是呃 開放李的李 對開放李的李 李長的李 米呢就是吃飯的米 嗯 膩呢就是我覺得膩了的膩 李米膩 應該是這樣 附上100元 嗨我是烏拉拉 我要分享我跟我男友故事 曾經我是個渣男吸引機 一直被渣男騙 四年前我跟一個台中的男生交往 可是他沒有好好保護我的身體 我立馬就分手了 緣分很奇妙 我跟當時陪他的 沒有好好保護你的身體什麼 推你去給車撞 沒有好好保護我的身體 應該就是內設之類的吧 喔 我和當時陪他的另一個男生開始聯繫 我就叫他月月吧 月月當時為了我從台中上來台北找工作 為了能跟我近一點 她是一個會算命的 算了我們兩個的八字 她說會走到最後 我也就相信了 在一起的四年間我們不太吵架 常常呢我都憋著不說 覺得啊這樣平平淡淡度過一生吧 可是某一天我崩潰了 我說了分手 我說我一直想分手 可是一直想著想著 啊對方當初為了我拋棄了家鄉 拋棄了朋友 但又不想拖著 我一拖就拖了四年 我真的很受不了 我們抱在一起大哭 講好多心理的話 最後呢喝好 以前的我不懂愛 總是很輕易的獲取 輕易的拋下 直到遇到了月月 我才知道 喔 愛情是要溝通的 抱在一起大哭的時候 我花了好久好久 才敢說出想分手的原因 也因為說了 對方才能有回饋 才有解釋的機會 那才是溝通 我一直以為對方沒有關心我 沒有辦法保護我 但其實她只是用別的方式在關心 也都因為我都不說 她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謝謝月月在這四年間的陪伴 謝謝有一個人願意付出 願意一起溝通 以後 未來 餘生 都麻煩你了 烏拉拉 我不知道這封信 什麼時候寫的 雙手擦口袋 帽子戴歪歪 馬甘瑪麗 我是出社會財路教的典友 你好 我的國中 在大岸森林公園對面 喔 大岸森林公園對面的是 你說附中啊 還是延平啊 還是金華 啊 金華 金華 隔一條馬路是一個國小 金華 我記得我國一十三歲 有一天假日 我走在國小跟國中之間的路上 那條路除了上下學時段 都沒有什麼人 叫一個人走走走走走 突然有一個阿伯乞腳踏車過來 鱗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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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鱗 爆一聲 連人帶車摔倒 他車後飽一箱 你知道嗎 什麼 番茄 喔 滾了一地 我不知道我要先關心阿伯 還是幫他撿一地的番茄 不關心沒事 一關心 我一輩子的陰影 那什麼意思 我走过去看从地上爬起来的阿伯 好像很痛 蹲在番茄旁 我问阿伯你还好吗 阿伯说 不好 我前几天在医院做手术的伤口 好像裂开了 因为阿伯是整个人全躯着身体 我只知道肚子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又听到伤口裂开 我就很紧张说 那阿伯我要帮你叫救护车吗 阿伯整个紧张哦 还很激动 不要不要 这个小事 等等我自己处理就好 我只是动小手术 切除篮尾而已 刚刚大肠缝毁的地方裂开了 我就说 你确定 确定不用帮你叫救护车吗 不要 不要 我只是大肠掉出来了 我塞回去就好 我觉得听起来好恐怖哦 阿伯是不是要栽赃你或干嘛的啊 当时这句话我太震惊 我在想 大肠掉出来 是可以自己塞回去的吗 此时阿伯 阿伯就露出刚刚隐隐约约在腹部的东西 现在完全想不起阿伯 他鸟鸟的尺寸 我只清晰的记得 大肠 大肠是红中带紫 纸中带红 好像被打的颜色吗 还是这是不健康的大肠色吗 大肠的末端 是椭圆水 哇 他真的留下阴影面积耶 你确定蓝尾有切除吗 你说你伤口裂开 怎么不会流血 我很多的基本医学观念 被冲击了耶 我毫无理由 我无条件相信 那个真的是大肠 这个时候 阿伯一阵忙碌 不知道从腹部哪边 拉出一条蛮长的松紧带说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我需要用这条绳子 把大肠绑回去 哇 阿伯真的很恶耶 这个是什么 他拿的是 他拿的是龟头哦 对啊 我刚刚以为真的是 哪有 我好天生 你就是国艺女生哦 我好天生哦 阿伯叫你用绳子绑 你会绑他懒叫 那绑要怎么绑 那条松紧带看起来很旧 阿伯就说 你拿着 我当下真的吓傻 因为我就觉得 那一根应该就是 肠子露出来了 我就傻傻的拉着一条 从蹲在地上 阿伯付出抽出了绳子 站在路上 旁边还有一台 倒下脚踏车 还有散落一地的番茄 阿伯一个人在地上 咚咚咚弄了很久 问我说 你可以帮我在这边 打个结吗 我就不知道到底在哪 好像在大肠附近 可是我觉得那个大肠 长得太可怕了 我就拒绝 现在想到还好 当时我拒绝 帮他绑起来 然后阿伯好像蹲得 一直都很忙 我就一直呆呆站着 他在忙什么 应该在打手枪吧 哇靠 对对啊 我就说 他其实是个变态吗 对 然后 然后骑脚踏车车倒下来 是他的惯用手法 对 哇 阿伯没事吗 我好像 不要叫护车 不要叫护车 我大肠 好像掉出来了 这什么奇妙 真的好怪哦 我站在那边 看阿伯蹲着在忙 我们两个没有对话 你知道他等阿伯弄多久吗 弄多久 一个小时 啊 最后我不耐烦了 因为他好像可能帮他 拎了那条绳子 我就说 阿伯我等一下有事 你请别人帮你拿一下绳子哦 我就走了 之后某次班上同学讲到 他说 我也遇过那个阿伯 我们才知道 他就是固定在那条路上 找学生下手的暴露狂 而且是班上男生跟我们说 我们才知道 原来那个不是大厂 那个是老 哇 之后 我又遇到第二次 他还不记得自己少了过谁 超没水准 阿伯又说出熟悉的台词 同学不好意思 我大肠掉出来了 我超大声的说 你烫死好了 我就走掉 这件事情 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位阿伯被抓之后 放出来 还是继续在暴露 希望学校 都有好好宣导 不会再有女生 去碰那条恶心的 松颈带 付上一百元 我爱你们 我是人生晚强 天哪 这个 这个故事好 这个阿伯肉鸟的技巧 我真的没听过 真的耶 我第一次听到耶 以前我小时候都是 听班上腿 都是鱼股那种 大衣打开那种而已啊 跟拉拉链 没有这出戏做这么足的耶 哇 而且你刚刚听到他在洗哦 你还以为真的是大爪 对啊 我是天真的国一女生 天哪 这世界上怎么这么多坏人啊 就是骗你们这种小可爱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天哪 我真的是要小心耶 阿伯也不会锁定你啦 放心啦 阿伯不会锁定这种一百九的 想逃打 我从小就是没有遇过变态啊 怕怕怕 还是敲一下好了 马克马里你们好 驾训班上课一个月了 要进入道路驾驶 有点紧张 昨天教练让我参考另一个 优秀同学的道路驾驶 我坐在后面 教练努力的讲解 我很积极的发问 第一个问题 教练说 这个红绿灯口 刚好在道路网格的线后 所以要判断目前的距离 是否来得及 不行 不要硬闯 有可能会违规哦 我就问说 诶教练 那万一过了网格线 那个没有过不了红绿灯呢 教练说 那你说啊 你说这样车子会停在哪里 网格线上 路上啊 教练一阵静默 你会停在机车停等区 这是要发钱的 第二个问题 教练说考试的时候啊 记得不要紧张 不要一直乱叫 我就说 今天假会靠分吗 教练就说 不会扣分 但如果考官觉得你很吵 可能会叫你下车 我觉得开车其实蛮有趣的 但就是要克服真实上路的恐惧 毕竟真实的路况 不会像驾训班那个样子啊 那么美好 每个人时数啊都在10以下 天下太平 接下来希望可以顺利通过 还没有庶民耶 马克玛丽我是阿罗哈 阿罗哈 我想分享影片的心得 因为他是去参加周美玲导演的爱沙特应会 那他里面讲了很多爱沙里面的东西 我们也没有看 他又想爆雷 可是他是想讲他里面什么谁跟谁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 影评心得啊 对我就有点想跳过 那因为可能爱沙里面有很多性爱的镜头 电影结束后 导演有出来表达 这不是一部讨好观众的电影 的确 看完之后我有种不舒适感 他还说 这是一部在描述欲望的电影 这我就不这么赞同 因为我从电影看到 就是你一言不合的性爱 一言不合就打炮 对 然后他在讲里面谁需要被爱 谁怎么长大 太渴望的那个欲望 然后我就全部都跳过了 大概就是这样 在这边奉上50元 2021年的他是希望奉上这个金钱 在该年的春酒可以中大奖 不知道你有没有中奖呢 也期许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希望你有变得更好哦 希望自己是一个可以给人一些什么 不管是反思热情回忆的人 就是这样 马里马克好 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坏消息 2023年的3月 我又一个朋友过世了 如果我的信友按照顺序念叨的话 我有记录过2020年 我有位朋友自杀过世 这次是第二次经历 同龄的朋友过世 他是我中学时期很重要的朋友 我们小学是同校 没什么交集 中学比较要好 一直到现在上班 都还是会WhatsApp联系 他去了新加坡工作 我跟其他朋友在马来西亚 刚开始一两年 会从他的字句里说出 新加坡这也好 那也好 马来西亚方方面面都不好 物质上的追求 他也是更上一层楼 我曾以为我们真的是好姐妹 我们一群女孩 有一起出国旅游 我天真以为 我们就是那种 读书时期 认识长久到长大的朋友 有一次旅行 我一直负责规划行程跟订饭店 我们都有WhatsApp沟通 有一次在中途 他突然没有回讯息 就此没有音信了 几天后 我在Facebook Messenger联系上他 原来他换了手机号码 没有通知我 而我发的所有的讯息 他也都没有收到 我也都不知道 当下知道真相 我真的很错愕 也有点伤心 友情是这样的吗 后来那趟旅行 我们依然有出发 疫情前 他有告诉我 交了男朋友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有关心他 在新加坡的状况 三年的疫情 反反复复 他结婚了 没通知我 我是被其他同学告知的 2022年 他有个孩子 我也是从别人口中知道 就这样 友情 好姐妹 原来是这样的 他知道我对他换电话 没有告知 很在意 不过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三月底接到他的消息 Facebook上面 看到旧同学在讨论说 他意外过世了 上了新加坡新闻 没想到 是以这种方式被通知 我很平静 有些朋友不知情 以为我会很伤心 我平静是因为 我跟他互不相欠 也没有遗憾 原来我曾经 在他的生命中出现过 然后看到他的生命结局 是这样的感觉 在此记录下来 来自于下雨天 马克 玛丽 和来宾你好 有可能会有来宾 的确是有可能 我是三月生日的八月 我的初恋在高中社团认识的 他是社团的指导老师 如果有时光机 我会回去高中告诉自己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的期间 有一次他跟他爸吵架 他推了他爸爸一把 连警察都到家中的那一种 我回到家之后 跟妈妈说这件事情 我妈就说 他现在会这样 以后一定会动手打你 我还帮他说话 有一次我跟约好的姐妹要聚餐 我要单独出门 他不肯 但他也不说话 我骑出门大概五分钟 听到后面有人在扒我 接着就是他撞我的车 让我停下来 然后我就被推倒在地了 这一顿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一个都没有 即使到现在过了快三年 我每次经过那条路 还是无法忘记 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摔东西摔到邻居关切 我在大马路上被骂 被打 被很多事情勤勒 好险分开了 可是因为一些原因 他欠了我妈六万 他竟然一个月只还两千 所以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跟他完全撇清关系 原本应该是我最青春的 十八十九岁 就这样被眼瞎的自己毁了 毁不当初 在那之后上大学 我都不敢参加社团 一直堕落到现在 明年要毕业了 我就很害怕养不起自己 每次一想到这边 就很佩服所有的家长 到底是怎么存钱的 怎么买房买车生活的 我妈妈就算加班 也不愿让我跟弟弟背学代 我真的觉得我太幸运了 真的不经意是不长一致 经过这些事情我讲了很多 我想要告诉各位 你妈妈生你下来是被宝贝的 不是被其他人欺负的 真的耶 分开后你会感谢勇敢的自己 谢谢马克玛丽或来宾 看完这封落落场的信 他真的很 很怕会有来宾 我们来宾占的那个比例很少吧 四五十分之 他就觉得我会是那亿万分之一呢 随性付上八块钱十二张的邮票 谢谢 谢谢你付邮票 让其他回信没有付回邮的人可以接收到回信 希望马克对我说you're awesome 玛丽对我说你很棒 来宾可以跟我说一声加油 来宾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you're awesome 在这边如果你写信来 然后需要我们回信的话 你可能也要心理准备 你最好给我们一个 你长居的地址 因为你三年后 再回到那个公司的地址 你知道你三年后在哪里吗 这个问题有点难耶 因为有些人可能出国啦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出国 除非那个超级老家 或是你那个约你就是签了三年 你觉得有可能就会住这么久 哦 对 然后房东还有可能会把信转给你 对 马里马克好 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初恋 今天好多初恋的故事哦 我想请你们用温柔的语气 跟我一起回顾 谢谢你们 我是个对自己身材 家庭状况没有自信的女孩 不知道是受到什么漫画 语言情小说影响 我自小就是一晕船体质 觉得男生多看我一眼 他爱我 那就对我有意思 在晕过一轮人之后 我从国二开始决定喜欢J 我跟J不同班 在国二国三啊 他几乎每节下课都会来找我 午休起床固定来打招呼 俗话说 猎女怕蝉狼 何况我一点都不猎 我是晕女 每天早上校车他旁边的位置 都会保留给我 我们一起听音乐 分享他的耳机 国三毕业很流行 拿走心上人的第二颗钮扣 有重视哦 那学日本的吧 J的被别人拿走了 但他走过来跟我说 抱歉他的钮扣被抢走了 典礼那天 他送了我一束花 我记得我们不舍地拥抱 高中时我离开家乡到台北念书 理想背景对我来说太难熬了 J会打电话 传简讯关心我 生日时从家乡寄礼物 虽然彼此联络的频率很低 但他是我孤单高中生活的重要支柱 孕女我从来没有被追求过 我就把他定为追求 J说我太胖了 希望我减肥 于是我瘦了15公斤 J跟我约好要考同一个大学 约好大学我们要一起生活 但最后我们没有考上同一个大学 只能说 勉强都在北部 高三我生日那一天 我整晚哭哭等待他的讯息 电话 但就是没有 J突然地断了音讯 自卑的我也没有勇气打电话给他 那时的我只会等待 患得患失 失魂落魄的青春 回想起来都觉得心碎 毕业后上大学前的暑假 约了一群人来我家烤肉 J意外地出现了 我心跳漏了好几拍 整场故作镇静 烤肉结束 J传讯息给我说 他要开车来接我去看夜景 Oh my god 这什么偶像剧剧情啊 高中被喜欢的男生 用汽车载走 是什么优越心情 你们懂吗 这应该是受到 言情小说的影响吧 对啊 开家人的车 好棒棒耶 到了看夜景的地方 我扭扭捏捏地躺下看星星 心情超级紧张 跟J出门是很大的原因 而且看夜景的地方 是我爸的地盘 我实在是很怕被我爸看到 我爸超凶超可怕 会拿菜刀那种 好夸张哦 J牵了我的手 J亲了我的额头 J跟我说对不起 我以为他是在对不起 最近疏欲联系 之后的话我没听 也听不进去了 直到J送我回家 整颗新小鹿乱撞 觉得 嗯 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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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女我也有春天 大学开学了 我跟J的距离 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我以为脾级太来的时候到了 J用MSN传了一个影片给我 J说他整个暑假 都在忙着个拍摄 影片的内容啊 就是高中时期的爱恋只是过去 大家都要moving on 展开双臂 迎接新生活 什么 我强装不在意 因为从头到尾 J没有给我一个确定的关系 我假装忙碌 大衣花蝴蝶生活 用满满的邀约来填满下课 上课 之后我听别人说 J喜欢他们班上的女生 他想追他 之后我听别人说 他们交往了 之后我没日没夜地哭 上课哭 晚上哭 走路哭 骑车哭 夜唱哭 大约 18年后的现在 我只要回想起来 还是哭吗 还是会哭 我想这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当年的我常想着 J对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其实我也知道 他只是不够喜欢我 但我可能不想承认 我的初恋那么失败 我用各种角度美化J 不想要他 也只是普通的男孩 后来大学毕业后 我回到家乡 他也是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在我决定结婚的时候 我主动敲了J 跟他聊聊近况 但当我聊到当年 他没有了回应 J娶了他大学追的那个女孩 比我还早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有一次恰巧碰到他 那是一个亲子公园 我们各自陪伴自己的孩子 J没有认出我 因为我也很快地转头 J现在的样子 讲话的方式 我不喜欢 完完全全的 不 喜欢 我无法跟任何人说 但至今 我能常常梦到J 频率大概是 十次梦里面 一次 他会出现五六次 这频率太高了吧 你对J有疯狂的执念 在梦中 我还是国中的我 J也还是国中的样子 我们很青涩可爱地 在过校园生活 有时候我们也会像 大人般地生活 梦里的我很喜欢他 他也很喜欢我 梦醒的时候 我往往感觉很开心 也很忧伤 我认为我心里认知 这是一个永远 弥补不了的遗憾 还没开始 就突然中断的遗憾 我知道 我这辈子永远没办法 再这么纯粹地爱一个人 我也许不是那么爱J 但我爱那个 那么爱得纯粹的自己 我舍不得自己 谢谢你们念完 谢谢树洞 一直梦到抛弃自己的初恋 实在太迟 还梦了十八年 完全无法跟人讨论耶 Oh by the way 我给孩子的爱 还是很纯粹啦 但老公队友 真的要综合评估哦 纯爱 无法生活的 来自于 孕女 C 怎么这么巧啊 又是J跟C的组合 只是刚刚上一封是 男生是C 女生是J 嗯 哇想了十八年耶 应该至今都还在想 谢谢你的美金 3$3块钱 今天就是满满的初恋 塞满了大家的马克信箱 哇这个 希望你写来之后 可以放过自己一点 嗯 然后你听到之后 也许那个国中的自己 可以真的move on 嗯 我只能往前 十八年耶 没有后路退 没有 我觉得今天有一句金句 留在我的心中 就是 我的大肠好像掉出来了 不是啦 就是爸爸妈妈把我们生下来 是要来宝贝我们的 嗯 不是要来 让其他人糟蹋的 让其他人糟蹋 当然 也不是要来 让我们自己 糟蹋自己的 一起共勉之 马克信箱 我们下周再见咯 今天如果你有任何 喜欢的段落 有任何感想 欢迎回应在下方 跟我们互动 也可以截取你喜欢的片段 分享在你的线洞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还持续在 向重农历年 适合送礼的东西 2024的玛丽 依旧是你的好选择 还有我们超 双的 党泥板 我们的玛泥板 也热切登场当中 还有超可爱的 熊猫造型原子笔 也都持续在热卖中哟 连结就在资讯栏 本周的 马信就是主时间 为了你辛苦的脚丫子 快把旧袜子换掉吧 需要袜子 就上虾皮搜寻 W-O-O-S-O-X 典友专属优惠码 请输入 W-O-O-S-M-K-M-R 开放李万岁哟 经典叫 甜不知耻罪人一号 要感谢精神损害2.0的一切 感谢教主教母 抢抢想侠 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 没有这次演唱会 就没有办法认识 更多的典友 感谢蜜奖 邀请我 让我可以见到 传说中的救世主 EGG 还可以一起吃开饭 然后要感谢 一起吃饭的典友 蜜奖 荣荣 阿琪 卡卡 小鸡 人鱼 多亏吃饱 让我可以疯狂 尖叫2个小时 还要感谢 这次跟我一起参与 精神损害的典友们 燕令 夫妇 马阿姨 大木 马弄 凯西 燕慈 杰洛米 小波 辛北 Josh 克里斯 小城 空气 分子 本娘 阿兰 阿贵 以及乌龙茶 跟你们一起 在演唱会 放肆尖叫 真的好爽 好开心 真心希望 每年都有演唱会 最后感谢三四的话 让我更近距离的 接触教主 感恩汤爸 送我救世主 圣谱的应援物 最后的最后呢 请帮我严厉的谴责 演唱会迟到的 典友乌龙茶 下次一定要提早出门啦 台北的2730咖啡 祝大家2024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照顾 伴娘还在复健当中 暂时无法提供 典友招待的甜点了 很抱歉 但还是希望 大家可以开心的来 2730喝咖啡哟 S23U租借服务 IG搜寻 S23U R E N T 私讯我是典友就有优惠哦 我是新登场的旧事主 Morgan 摩根老师 有任何酸痛 身体不适的问题 欢迎YT搜寻 MORGAN 摩根老师 希望我的影片 能帮助舒缓你的不适哦 艾朵儿 万物都在吵死亡奔驰 怎么这么突然 的确啊 我们都是面死而生的吧 是是是 可是它落差很大 你是艾朵儿哦 对 糖果说 大家一起帮辉哥哈一下 平安健康 圣谱 欢乐的精神损害结束了 休息一下 继续敲碗 玛丽电影乐 续开 微热千斗 小福利麻辣锅 尾牙春酒 方案宪政优惠中 几日起呢 到2月7号 以及呢 2月19到3月29 平日啊 每满12人用餐 就有一人免费 工作忙碌一整年 就该好好 慰绕伙伴跟自己 一起到小福利麻辣锅 吃饱饱 一起笑容满面 哇 笑容满面 笑容满面 我要学起来 永文 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有好多事要去完成 马克信箱 也听了三年多了 我要继续听到 三十几年后 安安签到 CJS签 飞奔进入2024 拥抱新年的快乐 我们的机场接送服务 给您惊人的体验 IG搜寻 Taiwanese底线store 还记得去年 有位典友 在面试的最后 问老板说 老板 你有听马克信箱吗 恭喜 已经入职一周年啦 哇 这一次面试的新人 除了问了相同的问题 结束后 还跟老板在走出门口时 一起勾举双手大喊 七十万岁 好夸张的一个公司哦 皇城市内设计 北中持续争才中 哇 那些大家听到以后 居然变成万岁万岁 但也是要点译 我才听得到这个讯息嘛 眉毛大师 新年新眉毛 精神损害我 超爱 来自持教练的健身小tips 上上周的马姓 有位封信说 家中的长辈因为年纪大 所以生活能力逐渐失能 最终破坏了家庭关系 如果典友们家中的长辈 还没有走到失能这个程度的话 真心建议送长辈 去你家附近的健身房训练 如果不找你家附近的健身房 有没有能力 可以指导你家的长辈的话 你也可以私信我的IG问我哦 台北地区我有推荐的 或是找我也很欢迎 我的IG账号是 小老鼠AA90092TS 如果是典友询问课程的话 有优惠哦 回家作业 新的一年呢 祝大家龙五级 过年佩戴花草饰品 最适合啦 现在有超优惠活动开跑钟 欢迎搜寻IG回家作业 叶子的叶 报上点有 另外有小礼哦 回家作业 陪伴大家花开富贵迎新年 黄说东台湾唯一野生动物医院 野湾 一起来帮助动物们回家吧 感谢以上的马性救世主们 好嗨